來我們繼續來看 那其實除了紅旗15 被中國大陸解放軍魔改之外 中國大陸也有推出紅旗22 這個是出口版的 那最有名的就是在2022年的4月 當時有沒有看到 這個龐然大物運20 當時候就載著紅旗22 到塞爾維亞 這個也是中國的導彈 首次出口到歐洲 紅旗22被形容什麼 CP值有夠高 便宜又高效 射程100公里 速度4.4馬赫 最大射高有到2.7萬米 是不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軍武 發展越來越快 所以也讓美國有壓力呢 昨天才說到了B21 其實B21去年才是非 去年底11月多 不到兩個月 現在說美國國防部 要跟他訂100架 然後叫他趕快量產 這個速度會不會太快了 有人說倉促的要量產 為了對抗中國威脅 是這樣子的嗎 我想這個真的是 美國現在來講 可能是他們對跟 在全球來講的話 確實對他國防部來講 產生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種飛機不可能這樣子 上11月份那次試飛 那個影片我們都有看到 對 應該就是畫面當中的影片 他那架飛機在飛的時候 他後面還戳了一根尾巴 對 戳了一根管子 他還在測試 那根就是測 所有飛機各項的數據 來講很重要一個測試 就算他空速管也還在 代表說他還在測試階段 那我不太相信說 是以這個兩月的時間 就可以開始 認為他已經很成熟的機種 但有專家說 邊試飛邊生產 但是美國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很大一個 就是他第一個 他的這個軍工產業來講的話 他本來都是民間的公司在生產 那供應鏈就很容易受到影響 那民間企業來講 就是唯利是圖嘛 就是我只要能夠賺錢就好 那美國現在來講的話 他會這麼急於下單的話 我想說他可能因應 這個中國大陸的 國力的強大 那他這種飛機作用什麼呢 他是希望說 其實你看他跟B1 B1 B2差別在什麼地方 俄羅斯的轟炸機 他的觀念就是我以快來引 我又很快穿進去 我B1炸彈我就走 被你發現沒關係 我很快飛走 他是講究速度快 那B1槍擊兵他沒有隱身 他就是用快 也是用快 我進入你的這種 這個領域之內 我發射完飛彈 三個禮拜前才掉了一架 對但是B1這種飛機來講的話 現在來講對美國來講沒辦法用 為什麼沒辦法用呢 因為中國的這種防空的 這個警戒網距離更拉更遠 而且中國是距離這麼遠 你能多快 他一千兩千公里之外 他就可以抓到你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B1可能就沒有 沒辦法穿透中國的防空火網 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說他要以核武力 來威責中國來講的話 他就必須有另外一種武器 就是說就是B-21 因運而生 就是我能夠隱身 我能夠穿透你 他其實沒有辦法說 達到完全隱身 其實現在來講 大陸來講 他們也發展了一種叫做 米波雷達 就專門偵測你無人機的 只是說他跟發現B1距離 他可能到500公里或幹嘛 他可以發現到你 可是他的觀念說 我只要接近到500公里 我加一顆飛彈下去 我發射完飛彈 我就可以回頭 對 就可以涉及得到 我要涉及的這種目標 這美軍他們是這種觀念 那代表什麼 他會這麼急的量產 代表說第一個 就是解放軍來講 他的這種防空警戒網 距離更遠了 他不管是殲-20 或者是說 他的這種 航空母艦上面的雷達 設施性能可以更遠 這個代表說中國來講 他可能米波雷達 已經發展到某種程度 所以說他可以偵測你的隱形戰機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美國如果說還要對中國實施核違則 他就必須要一種 能夠穿透你的這種防空網 進入你防空地區以後 我來做投擲飛彈 或者是炸彈的這種動作 然後我才能夠安全脫離 那在這種狀況下 他就急於生產B21 這是我是覺得可以理解 但是問題是說 你這個很明顯的上 去年11月我們才看到 你還在測試的 這影片這時候你就生產出來 那除非說你對自己太有自信 不然的話就是 拿著這個空軍飛行員的生命 拿來當作測試的工具 我有聽說 有一些軍事博主在分析 我們先看一下 美國的空軍跟太空軍雜誌 他也認為五角大廈這麼急著 推B21的研發跟裝備 就是要應對中國威脅 但是最後下了一個評論 叫做欲速則不達 還有人一說 我再猜啦 可以這麼快有沒有可能呢 因為他說B2很貴嘛 B51又太老了 而且他說有可能是B2的降龜 就是說B21不是從零到有 他可能是以原先的B2 對不對 B2的什麼方式 然後讓它降龜 讓它變得便宜 但是呢這功能性不差 對 確實是這樣沒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尺寸大小 就比B2小很多 對 我們光看尺寸 如果它跟 也便宜很多嘛 B21跟B2來講的話 它就尺寸大小就小很多 那當然它可以 它的理論就是說 我小一點沒關係 對不對 但是我的同樣是 帶一顆核彈來講的話 我B2可能可以帶四顆核彈 我這種飛機帶兩顆 我就可以達成核威者的目的 所以我做小沒關係 它重點就是量多 對 它數量推到100架 其實100架來講的話 你要 當然我們一般空軍來講的話 他們戰機 都有一個妥善率 你有沒有辦法到 說這麼高的妥善率 在100架 最多最多了不起 80%的妥善率 然後像現在來講 美國來講 它B35 F35 F35來講 它妥善率只有50% 對啊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因素 整個都考慮進去 那現在很明顯 它就針對中國大陸來的了 對俄羅斯對什麼 它不需要這麼急的發展 這種武器 而且中國大陸一直網路上 軍事迷很關注的 轟20 甚至都還沒有官宣 也沒有最新的報導 大家就會拿來 跟這個B21來做PK了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我們且看看 反正B21的採購成本 還是蠻貴 將近要7億美金 6.92億美金 現在美國國防部說 預計買100架 那麼網路上是有一些消息 說轟20的建造成本 大約有可能是3到4億美金 列裝的總數在40架以內 我們就看2024年 有沒有最新消息 好來再來 導播可以給我下一張電視牆嗎 今天中國有一個大消息 但是是從美國這邊傳 美國媒體這邊傳來的 中國大陸還沒有官宣 現在呢 華爾街日報說 劉建超要接任 中國外交部長 他是誰呢 那跟中國大陸接下來的戰略 應該說外交啦 不是說戰略 中國大陸的外交的方式 還有對美的一些政策 是否會有一些不一樣呢 劉建超呢 我幫大家找了一下基本資料 2015年呢 其實他原本就是外長助理 然後他調任到 中共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 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責人 然後呢 他也做到了中紀委的國際合作局局長 國家預防腐敗局的副局長 主要就是在海外追逃貪腐 對外交流的 曾經他說過這麼樣一句話 當時候呢 我記得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其實是有提到了 有關於接下來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的部分 他希望大家可以走出中國的定位 所以當時候有媒體問到劉建超的時候 他就說 對啊 中國大陸就是沒有所謂的 任何形式的戰狼外交 但是呢 當時候就被這個 紐約外交關係協會的會長 叫做弗曼 他還酸說 你就是披著羊皮的戰狼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去年年底 其實他專門針對外國使節 就是所有的中國外交官 他說要打造一支對黨忠誠 然後呢 感鬥 散鬥的外交鐵軍 我自己的推測 第一個就是說會用劉建超 他是以反貪腐出身的 對 他除了外交有外交的這種專長之外 另外他是反貪腐出身的 可見呢 再加上我們上次看到國防部長 李尚浮出事以後 火箭軍被整肅 然後秦剛也因為貪腐的問題 然後被消失了 所以我認為說有一句話叫做 務必自負而後重生 如果說你一個物體 你自己不清理乾淨來講的話 你裡面有蟲來講的話 你最後就是走上腐敗之路 那現在來講 不管是從國防部長 我覺得這個大陸來講 共產黨他們也很勇敢 很現實地去面對這個貪腐的問題 他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 國防部那邊是李尚浮被下台了 然後火箭軍被整肅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換上海軍的 來董軍來當國防部長 那現在秦剛這件事情 之前的外交部長秦剛 那你說會不會秦剛也只是冰山一角 後面有沒有整個外交系統裡面 有一些部會 有一些單位 也有一些腐敗的情形 我覺得說找劉建超 來接任這個外交部長 我覺得對一個就是要整肅內部 也蠻有象徵性意義的 對 就整肅內部裡面防灘 這個防止貪腐腐敗 這種事情發生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我覺得習近平上任 這也是第三屆的嘛 所以他前面十年 他那時候外交政策喊的是什麼 喊的是戰狼外交 對 要叫大家勇於亮劍 因為那個時候時工背景 跟現在不一樣 那時候來講的話 大概那時候中國來講的話 大概經濟上面剛開始起步 然後軍工事業來講 也沒有現在那麼強硬 所以那個時候他必須要 這個以民族自尊性來講的話 要跟外國要勇於鬥爭 敢於鬥爭 要用這種人來當外交官 所以我們經常講一句話 就是那個時候的外交官 都是勇於鬥爭 尤其是最明顯的是 他的這個發言人 對不對 但是劉建超好像被視為是 沒有戰狼位的外交官 但是你剛剛一開始講說 是不是代表中國的戰略改變 是戰略沒錯 戰略是我們講全球戰略 其實包含軍事跟外交 都包含在這裡面 因為軍事跟外交必須要結合在一起 才叫做大戰略 就是全球戰略 對於一個國家來講的話 所以軍事一定跟外交一定要配合 那我覺得這個中國現在來講的話 他現在的主要敵人不見得是美國 他還另外要拓展到全球 他必須在外交工作上面 現在更重要的是說 跟俄羅斯的關係要搞好 跟中東這些國家關係要搞好 跟甚至於跟南美洲 跟非洲都有很好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南方國家興起了 對不對 現在來講不管是金磚十一國 金磚十一國或者是說G20 在這種經濟帶動狀況之下的話 中國的外交政策勢必要改變 你不能再一直是戰狼外交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說 格局放大了 找這個劉建超出來 他可能改變 未來會改變他整個外交形勢 我給他定一個名詞 我給他定一個外交 我自己取的 大家當作參考 我叫太極外交 什麼叫太極呢 太極就是以柔克剛 是不是希望劉建超 外交上來之後 能夠跟各國之間相處 能夠用一種就是外表柔軟 但裡面剛硬 其實他講的沒錯 該有的底氣是有的 佛曼講的一點都沒錯 就是劈著羊皮的戰狼 骨子裡面該守的原則 國家利益 民族尊嚴 這原則是不會改變的 可是外面來講 我軟的可以更軟 我覺得是換劉建超來講 可能外交的格局方式 會有很大一個改變 這是他們的目的 其實也結合他的全球一帶一路 還有這個經濟發展 軍事的這種對抗競爭 整個都包含在裡面 對所以2024會是中國 一個很大的 不一樣的一年 那最後三分鐘的時間 麗翔君我想問一下 最近東部戰區的翻演員 失憶大笑 他就說 這個美國又開始發布消息 說這個芬恩號驅逐艦穿越台海 是在總統大選之後的首次 但是中國大陸覺得 你幹嘛 你又公開炒作 您覺得呢 我覺得菲恩號這次 穿越台海一點意義都沒有 真的一點都沒有 現在大家反而比較 關係是美國智庫CSIS 對 他說今年可能會有台海危機 對會有 重複1996年台海危機 1996年台海危機 我在軍中 我那時候中校 我跟你講 我們都到什麼程度 每個都寫遺書了 真的 1996年是這種程度 已經到這種程度 而且已經確定要開打了 而且他準備打一個外島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賴金德當選以後 他到現在你看他都不講話 那不講話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一直在壓著他 對不讓他講話 其實美國來講 非常非常擔心 這個時候 因為美國實在是 騰不出手來管台灣女的事情 二巫戰爭 對不對 這個 抑壓衝突 還有這個鴻海那邊的 這個輔助織的事情 已經讓他焦頭爛額了 那現在還有一個 北朝鮮 對不對 朝鮮現在更嚴重 平成人現在更摸不著 他說把韓國 他說我跟你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兩個是敵對國家 而且你是我首要的敵對國家 我把統一門都拆掉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實在是應付不過來 最後60秒 所以我們希望說是 當然我們不希望說 CSIS預測的會成真 但是來講的話 大家不管是美國或我們台灣的 這些專家都一直很擔心說 會不會重複1996年的 這種台海危機發生 我覺得發生的可能性很大 但強度會到什麼強度 其實有待觀察 有看 接著下來就看 美中台三者之間 如何來做一個這種 互相來做一個協調商量 或者是按盤的交易 我當然就台灣人的立場來講 我們希望說我們還是能夠 不要打破那個底線 對互相的底線 和平的過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所以這個CSIS說 其實有部分專家是認為 未來五年之內 中國大陸可能會對台海進行 隔離封鎖的措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我只知道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我放棄了 國際燈